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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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好的剧本是电视剧成功的一半 其实以上这些叉叉事物呢 并不是把米月传推往狗血马利苏古偶的根本了 真正的原因还是需要归结在剧本上 其实呢本来原著的这个系列打发都已经有天一封了 应该算非常不错了吧 不过 导演的老朋友就得罪了作词 头巾太精是看不下去了啊 这个剧名反正得罪了一系列人呢 你说大孩子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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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在米月传被拿来比较不如甄嬛传的时候呢 参加过这两句并且是当之无愧的女一号的孙丽 也开始被人来质疑演技的问题了 洪志太在这里客观的说一下啊 虽然有不少人恶意差评米月传不如五妹娘 但是孙丽的演技比范爷还是好那么一丢丢的啊 毕竟范爷更擅长的是如何嘟嘴卖萌找角度把老娘拍美 而孙丽呢只要用各种酷戏就能将观众带入情境了 也算是一绝啊 对吧 虽然一般来讲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那各位看看孙丽跟半叶同样也流产的桥段呢 就应该能看出到什么来了吧 不好意思 我的孩子 不好意思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呢 不过就算演技好但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 目前孙丽在米月传片花里的黑画表演略显浮夸呀 感觉就是一副 看老娘头上磕着大血的坏人 这一段表情包明显用力过猛了 不过总的来说 作为三十出头的电视圈演员 娘娘的演技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也不要拿人家跟一些派政治的老戏鼓鼓鼻了 毕竟娘娘还是可以再磨练磨练的 诶 明月传一开始的高收视呢 既来自于甄嬛的口碑 还得益于尊丽邓超夫妇的大力宣传 邓居邓超多次在微博上为老婆的兴趣花事打小广告 那样小广告天洞就是 明月传不给人家个宣传总监 怎么也得给人家挂个名吧 不过一个剧呢 如果想要长久的高收视呢 还是需要记号的进行的 所以让目前的故事发展呢还是不大协力 不过剧极高到八十几 没准后面老婆跟原作者斯万比了 开始认真玩追情了呢 对吧 大家会计量一下吧 好了 接下来进入后期秀口火的板块 太难 三十雅 在综艺节目 我们下来把猜出暧昧火花的国民CP十六夫妇 演两人在节目中有羊又腿又有爱的互动 吸引了一票粉丝成为了支持十六量的CP粉 这两天就被粉丝洗大补奔了 因为他们的冤枉没准要成真 在代表者刘文参加节目天天向上的新闻通告里 有这么一句让人浮想连篇的话 就是被问及与翠志源的关系时 文子教学地回了一句 要不让翠先生请你们吃饭吧 吃饭还是吃起糖啊 没字你可是要说清楚啊 不过猴志太又顺便搜了一下翠志源的新闻 目前他人正在炮下国服兵役呢 在服兵役前 哥们还说自己是单身呢 所以这到底是唱哪一出啊我是吧 正在炒作点的范燕 目前在大家的工作室微博发表了一篇声明 正目前网上流传的几张不假照片是PS的 猴志猴志的猴志太又于是手间的搜了一下 发现我的天呐 范燕那招入牛的粗手臂啊 K多的兄弟真是不厚道啊 就不能劈瘦点吗 对于这组图我想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假的吧 毕竟范燕要给男生秀恩爱的话也不会穿得这么保守吧 对于这次范燕的路是这么样 只能说人家现在毕竟也是家里有人啦 恶搞归恶搞 请注意尺度啊 不然小型大黑妞出来弄死你哦 在傲慢市封人下 有一位40多岁的土豪换老婆比换车还挺快的 军阶开夫豪在赌场豪赌的时候 他的混血小三可是心甘情愿的用自己的双胸化成了波推神器啊 接着这位小三又为他胜了一尾钱金啊 正当我们觉得这位小三没法转正的时候 就在前几天 这位混血小三竟然大力出奇迹转正了 仔细看了一下 正方太太之所以肯退出呢 大概是因为离婚可以分到富豪的一半家产吧 另外据说土豪的小四爷已经强势上线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了 为什么这样奇葩的新闻会出现在娱乐新闻里呢 可怜我的大人哥呀 因为就有混血小三曾知道在前军有望 I want this man It's not just about you Let's go Come on Let's do it Make a move You ain't ready to build my shoes You wanna try but you ain't paid no dues We never lose We never lose I made a talk to you about Theta New Theta Theta represents the elite in every facet of life Okay right So you gonna pledge Probably not Being in a fraternity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stepping Now some of you may think you know what stepping is The steps you taught us is play man It's not about you It's not about me It's about the whole team But I don't know if that's for me Then do it for your brother Seven years We own this And we own you He's the head of Mu Gamma Seven time national step chance Why And somebody's gonna have to bring him down or not We only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link family I already schooled you once tonight homeboy I'll see you at nationals man Since I've been here I've become a better person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ve never seen stepping like this before A fraternity And that's a brotherhood I'll see you next year I'll see you next year You're back to the next星期 Hongi翻牌 独皮論的期間了 一位叫做 視水無痕的小伙伴說道 Hongi 你帅 破虎娘 但我都歪了 好 这位朋友啊 你歪了 可能会有一点关系吧 但是 掌歪了这个事 你给我找我啊 跟我没关系啊 另外 我的偶像最看你 很帅你 好 没成功比我的记忆了 嘿嘿嘿 一位叫做GENK的博物了啊 我是分手三 第三期有内幕 和中国之星等相似的节目 会有内幕吗 那内幕不好说 反正中国之星呢 是有一个大发 在他们的某季节目里有这样 谭文维维跟袁维雅 一模一样的分数 是不是很可怕 啊 最后有一个叫做 求戏的女孩子 在节目下面 真有了她说的 上天呐 赐我一段黄昏初恋吧 走开大学毕业了 还是没有谈过恋爱呢 哎呀 各位单身男同学 啊 赶紧的 记录起来呗 视频短信 发起来呗 啊 好了今天的拜拜 就是这样啊 欢迎各位小伙伴 继续来我们的节目下方评论潮汐 也可以来这里加我们的QQ群 和这里扫描我们的微博 来帮我推荡啊 我们的 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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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干部简直是业界良心啊 初开今年几乎是零代言啊 来微信搜索侯震探事务所回复代言即可啦 另外更多Hokey 独家语音爆料也都在这个微信号啦 欢迎来调戏我吧 另外啊在这里还可以点歌呦 对了大川啊 我不是让你买房子吗 你买了吗 夏洛 说到房子的事情 我更应该感谢你了 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买了两套房子 买的时候2700 刚过半年就涨到了2900 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 狠狠的赚了一笔 后来我一看 那房子长得太变态了 我就让我妈劝家里的亲戚 把房子全卖了 租房子 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 以后家里的亲戚就别再联系了 能躲就躲躲吧